我让他带队去了汉地公门那里 观察记录进出的人 好跟陈一的名单做下对照 贾义犹豫了一下道 大人 那个没脑子的丫头必须跟着我吗 我看他人情事故什么都不懂 更别说查案什么的了 明示之后又是世子清令 蒋记打断了他的话 明白吗 明白 贾义答应的有些不太情愿 毫无预兆地 耳边响起了细微而又杂乱的哒哒声 蒋记和假意一起猛然抬头 明示着远方 魏己 犹如战鼓一般的马蹄声游远极近 伴着飞扬的尘土 在两人数十不远的地方戛然而止 马队足足有一百余骑 前面的近百骑都身披铁甲手制长颈 剩下的十余骑躲在后面 恍惚间看不太清楚 只能隐约看出 大多都是些净装打扮 还有几个还穿着华丽的丝绸长袍 你们是什么人 马队前列都尉模样的骑士大声贺问 阁下是什么人 蒋记沉声反问 放肆 这是林子侯的列队 你们还不速速避让 几名骑士侧马骑了过来 哟 原来是侯爷来打猎了 假意嬉笑道 我看这么大排场 还以为是魏王回来了 混账东西 出言不逊 不想活了吗 那都尉怒喝道 在下静奏草奖记 约束属下不利 还请侯爷见谅 蒋记策马前行几步 冲马队做了个衣 马队后面那实际洗礼 传出嘻嘻酥酥的说话声 随即爆发出一阵哄笑 想必是在说蒋记他们的坏话 在下告退 蒋记冲那都尉拱了拱手 招呼贾义把马变走 贾义不服气地哼了一声 随后跟上 身后传来那都尉洪亮的声音 蒋大人 侯爷有话要你传给狮子 侯爷说 请狮子看好自家的走狗 莫要放出来乱跑 免得坏了诸位公子春略的雅兴 蒋记头也不回地 应道 回禀侯爷 在下定将侯爷的话 一字不落地回禀给狮子 身后又是一阵哄笑声 蒋记全然不理 只是催马前行 贾义在身后策马杆上 忍不住问道 大人 你真要把话传给狮子 我有那么无聊 蒋记瞥了眼贾义 就算我回去跟狮子说了 他也只会笑笑作罢 如今这情形 想必是曹植误会了 假意道 曹植和杨修一样 自是聪明 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听说他在狮子之争中落败之后 郁家变得愤愤不平 时常发现魏王和狮子的牢骚 今天咱们打猎 碰巧跟他撞到了一块 以他的度量 大概以为是狮子派咱们来监视他的 无所谓管他怎么想 咱们只需要做好分内的事 蒋记道 有时候你越是想要骑墙 越是两边都落不下好处 咱们不辱事 但也不怕事 大人 曹植今天这一仗 算不算僭越 假意问道 百人列队 是诸侯王的仪仗 而侯爷志夺五十七 你少动歪脑筋 咱们静奏曹的人 不汤这魂水 蒋记道 咱们不汤 也有别人汤的 假意不以为然地道 陈一这个人 怎么样 蒋记换了个话题 真是调查过了 没什么问题 我在七个宫门外都安排了人手 把前几日记录的名单 跟陈一提供的名单对比下 就知道能不能信他 假意答道 可惜咱们无法直接在禁卫中安插人手 不然的话就可以直接监视宫内 用不上陈一了 真不明白魏王是怎么想的 为何不把长了校尉换成自己人 天下的汉室就成还没死完呢 蒋记道 现如今 君 正 才全部牢牢掌握在魏王手里 宫里的那位 实在是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杀了道不如留着 魏王似乎想做霍光 还不想做王莽 那世子呢 世子想做什么 假意黑黑笑道 不知道 不过以世子的性格来说 应该跟魏王差不多吧 那若是当初曹子做了世子 汉帝的日子就到头了 假意故作悲悯地感慨道 怎么说 蒋记其道 你想啊 身为侯爷用王爷的仪仗 要是身为王爷 会不用皇帝的仪仗吗 蒋记摇头道 你话太多了 在许都 话多的人通常活不长 假意道 放心吧 大人 这些话我只会在你这里说 毫无欲照地 一道尖利的呼啸声 刺破广袤的宁静 引得两人齐齐回过头去 是草旨的方向 假意有些幸灾恶惑 话音未落 呼啸声接连响起 是想见 蒋记面色凝重起来 一般只有遇到危机之时 才会射出想见暴击 这眨眼之间 已经射出了三只想见 表示的是遇到了伏击 去看看 假意道 明摆着一副要去看热闹的样子 蒋记沉吟了一阵 摇了摇头 这里离去都很近 不会有大群的盗贼出现 况且他们是百人列队 就算是遇到了伏击 也能够保护草旨的安全 我们去了没什么用 反而搞不好会被那些紧张的骑兵们射成刺猬 那我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直接回去 要是我们稍微放快的点而速度 想必现在也听不到想见了 假意笑道 曹植遇袭这件事不简单 蒋记点头道 静奏曹的首要任务 是查清定君山之败 追捕寒蝉 这种事还是不要牵涉禁局的好 不过 这光天化日之下 究竟是谁这么大胆敢伏击曹植 假意道 该不会是不关我们的事 按职责划分 应该是由许都未处理 蒋记淡淡道 假意却自顾自的说下去 若曹植一死 世子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也就是说 曹植遇袭 世子有最大的嫌疑 这件事太过于敏感 许都未只怕是没能力处理的 应该还是会推给静奏曹 世子是会交给司马懿 还是交给蒋大人你呢 司马懿是世子系的人 许都内人尽皆知 世子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 只能将这案子交给大人了 嘿嘿 大人 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咱们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蒋记勒紧了手中的缰绳 道 走 咱们要尽快赶回静奏曹 静奏曹 门口 假意看到一位一族 已经等在了门口 怎么许都未这么快就把这烫手山鱼扔过来了 他看了蒋记一眼 翻身下马 静止走到一族面前 一族看了一眼他的腰排 恭敬地呈上一枚竹简 假意接过 粗粗看了一眼 是从汉中发来的密信 落款是承郁 还是给蒋记大人的回信吗 他有些失望 回身将密信转送给蒋记 奇怪 承郁先前已经明确表示 拒绝静走曹歇查汉中 现在写来密信 又是何意 蒋记沉吟不语 静止走进院中 用匕首挑开火漆 从中抽出一卷白薄 蒋记嘴角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他将白薄递给假意 看看 寒蝉背情 杨修 假意哈哈干笑两声 将白薄右底还给蒋记 笑什么 假意瞟了眼蒋记的神色 真字卓具地道 我觉得杨修不太可能是寒蝉 寒蝉形势诡异 心机颇重 潜伏了数十年未曾露出一次马脚 而杨修呢 处事张扬 口无之拦 得罪了不少人 可以说不管是文臣武将 还是各种派系 都有不少人盯着他 等着他犯错 欲除之而后快 这样的人会是寒蝉 似乎不太可能 那西蜀军一丝的戏作 怎么会一口咬死他呢 有什么理由去陷害一个小小的主部